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史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先生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凭经济 犯网暴 好 今次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代罪羔羊 是什么呢 是什么人呢 这个经常出镜的 就是泽连斯基几个顾问之一 他 都是 很直接地说 鬼 敢说死 就是阿列斯托维奇 他 被迫请辞 什么事 说错话 我们知道俄军 前几天就向乌克兰各大城市 又是发动空中攻势 令到很多住宅 不能幸免 有一座大厦 也有最少44人 是离世的 这位 乌克兰 总统顾问 阿列斯托维奇 他居然说 不是俄军直接 是种了这些建筑物 是我们 啊 我们的防空系统很厉害 啊 击落了 俄军的火箭之后 才再击中建筑物 人家连 视频都拍到 这种说法 在 在乌克兰国内外 都引行公愤 就是 你是不是想 说到自己的 什么 啊 防空系统那么厉害啊 个度分析太平 还有 有一件事你真的是 哎 等于倒霉 为什么呢 你等于打脸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政府就说 俄军搞到你很惨啊 那他 只有在 说到俄军 这么冷酷啊 这么硬的手段之下 才可以 要多些东西 当然俄军有没有这么做是有的 是有这么做的 但是呢 为什么说他是替罪羞羊呢 因为 扎尼斯基的 管治班底 包括他这些什么顾问 助理那些 其实呢 也都看到扎尼斯基对于那些官吏的管治 很混乱 而且 是 任人为亲的 这个 一直都是扎尼斯基的好伙伴 是啊 你知道其实他 也都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 经常这样暖叉 都可以是坐这个位置那么久 因为 在他们的体系之内 总统顾问的权力很大 很大 那么 扎尼斯基呢 我想他不想炒这位阿哥 不过 因为 你是和乌克兰政府 等于变相唱对台 你这样等于打了乌克兰政府的念 记者问扎尼斯基 顾问先生他辞职 扎尼斯基 他是没有回应的 你知道他一直都是有很多东西说的 他已经不回应 可能觉得算了 借了他首级一用 其实他的管治班子 因为现在俄国战争 人们都不会把他们的坏东西说出来 或者不好的东西 我们看看乌军怎么说呢 乌军 他们说 在帝列伯罗斯 一栋 公寓 就遭到俄军的 狂军 造成44人是离世 79人是受伤 有39人 就在 这些 废墟当中是救到出来的 还有20人 不知道去哪里 应该都没有 是啊 是啊 失踪 应该没有了 真心地说 昨天 搜救工作 也没有办法 要结束了 在这个 空中攻势 在狂军这个公寓几个小时之后 其实 唉 这个阿哥也是坏的 好玩不玩 他来玩YouTube 他就通过YouTube说 他就很喜欢用YouTube 讲最新的战况 其实是不是这么合适 不是应该是有些正式的记者会或者 新闻的视频出来才对的吗 他就说 俄罗斯 这些火箭似乎首先被我们的防空系统 搞定了 他是那些碎片 掉下来的时候才搞到那栋大厦 你真是 讲大话都 用一点点头脑 大厦是这样的 碎片 有多大快 所以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 现在 乌军 当然 也要重整旗鼓 不过 这位阿哥那么喜欢玩社交媒体 我发现了那些 比较迹劲的官员都很喜欢玩社交媒体 这位 扎列斯基的总统顾问 也是背离了乌克兰官方 的说法 乌克兰官方的说法 就是 说俄军的火箭 是中了这栋大厦的 你又说错了 说到自己的系统是击落了人家的火箭 其实 这就 令到乌克兰民众很生气 而且 真是被普京大帝撿到手指了 就被莫斯科用来 是反顺 双溪这个 反顺双击 反顺双击这个 扎列斯基 就说你们的官员都说没事 那克里姆林公 亦都说 我们的攻势是不会对着文宅的 那你们 总统顾问说的 你们的防空系统搞到那栋文宅这样的 关什么事 亦都强调 这个是乌方 代表的 结论来的 就是由总统顾问 说出来的 那最后 这个总统顾问就是自己 辞职那位其实他被逼的 因为大家都骂他 骂得太厉害了 那么呢 你知道他用什么理由说自己说错吗 喂 没有看新闻 错 是眼睡 什么呀 都挺流 疲劳啊 没有看新闻还流 疲劳啊 疲劳而出错 也强调自己 我曾经明确说过的 最早的说法 只是根据当时的初步报告 但是你是这么大观 你可以这样胡说吗 另外 他也 上传了一些照片 就说哎呀对不起我真的错了 其实一早大家都有那些照片 你不应该这么晚才有 其实可能你就没有看 他也说 针对俄罗斯的这次攻势 啊 他们 就是 中了我们一栋 住宅文流 有啊 我为我 过早的推测的错误版本 而道歉的 我对受害人 和他的家属还有 市民 以及 因为 这次攻势而深深受伤的每一个人 是诚致地道歉的 乌克林亦都说 KH-22 导弹并不精准 但是 乌方 是 没办法 将它 射下来 因为没有这样的设备 所以这条人说得大了 一是有 一是没有 有一定没有 大哥 乌军就说没有 但是 这位 总统顾问之前就说有 现在他也不敢说有 因为知道自己是7 这个帝列伯罗斯 其实就有 100万人口 是乌军在 东部顿巴斯地区補级的书纽 经常 最近就被 俄罗斯的 导弹狂轰 另外 除了这单新闻之外 还有单新闻就说 这个 贵生隔 就是贵生隔 台湾叫贵生隔 贵生隔 贵生隔 又改口了 真的受到压力 必须改口 因为之前贵生隔 差不多100岁人都被人骂到一只剧 美国 前国国卿贵生隔 日前就参加瑞士的达沃斯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 他 在会议上就说 之前我的想法变了 俄乌战争的局势 使我改变了想法 现在 他就说 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合适的结果 什么时候加入 当然了 西梅就向基辛格 拍掌了 现在西梅就说 之前就说他 亲俄亲中 美奸 现在 就为他拍掌了 基辛格支持乌克兰加日北约是正确的选择 真的 变得快 基辛格就说 在这场澳战争爆发之前 他反对乌克兰加日北约 因为他担心 事态 会好像 现在这样发展 基辛格就说 既然一切都已经发展了 在这种状况下 乌克兰保持中立化的想法 不可以再中立了 中立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 也很难说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因为你没打完场场 他就说 他相信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合适的结果 基辛格还在会上说 俄乌战争结束的可能计划 他就认为这场 战斗上 最合理的结果 不一定是之后谈判的结果 那是什么呢 对 合理的结果 不过合理的结果 看看你什么观点角度 普京大帝觉得那么合理 那也要说是怎样 不是谈判作为结果 意味着是 事但一方打赢 是的 不谈判 不谈判 如果你完全压倒另外一方 就不用谈判 我都赢了 这个是真的 是的 其实基辛格上个月接受 英国旁观者 杂志访问时也有类似观点 他就主张 俄乌双方 沿着 冲突爆发前的接触线 实现停火 无论是 俄罗斯地乌克兰 都没有表现出 特别热冲于和谈的趋势 是的 他说得对 这个 这个 初初俄罗斯都说想谈 后来扎尼斯基说不谈 大家后来就不谈 俄罗斯 将乌克兰 承认俄方的新领土作为谈判的前提 而乌克兰 就要求俄罗斯 在谈判前放弃克里米亚和 其他乌克兰的领土 他就觉得基本上没得谈 是的没得谈 大家都没得谈 基辛格真的差不多百岁 九十九岁 很厉害的 是美国知名的外交家 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美国国务卿 在缓和冷战期间 这个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和推动中美建交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 他更加说他相信 战争继续的同时 要和俄罗斯对话 在达到前线预设的底线的时候 战争就结束了 他就认为 这是一条可以防止战争升级的方法 是吗? 底线是什么? 是的 我都想问了 你一说完就永远是坚守 会不会随着战博的发展有所调整呢? 是的 说到虚无飘渺 很虚 老师 可能会被判断 反而如果你说和谈 有些实际的 虽然现在两位 俄乌的领导人说的都是对方不会答应的条件 但是那些反而有得斟酌 随着战局的发展 是的 另外 如果你说死了 真的很难 太难了 原来昨天 拜登和 欧盟的大佬 之一 德国总理索尔茨 有谈电话 原来他们双方讨论了俄乌国势以及 又是援助乌克兰的问题 德国总理府发言就说 索尔茨和拜登总统的通话内容集中在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问题上 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这种 支持必须是有效和持久的 而且应该是保持密切合作 持久持多久 没人知道火战争何时完结 快一年 不知能够过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